昨天說到彭彭妃和柳永南要帶走沈碧君, 但蕭十一郎就看著他們,彭彭妃說:"哼,你是什麼人啊? 什麼時候到你說話啊?" 蕭十一郎說:"哼,我說我是中州大俠歐陽狗,你信不信呢?" 哼哼,你又不割得尿來照下個樣子? 你不信我是歐陽狗,我又不信你是彭彭妃了。 只要蓮夫人信就行了,要不你信呢? 哦,他真是信兩位了嗎? 沈碧君於是咳了兩聲,他說:"各位對我都是一番好意, 我超十一郎打斷他的說話吧。 哼哼,學蓮夫人這樣的端莊淑女,就算真的疑心你們,都不會說到出口了。 劉永南小笑話,哼哼,只有你們這樣的人,才以小人之心讀君子之福。 跟著聲聲一下,他的長劍出竅,劍光一閃, 蕭十一郎手上的那條樹枝已經斷開四角。 蕭十一郎於是說:"嗯,果然是芙蓉見法。 彭彭妃的大聲,哼哼,你既然認識我,就應該知道這一招芙蓉三賊, 天下除了柳三爺和柳公子之外,沒有第三個人寫得出來的。 十五碧君小笑口說:"哎呀,柳公子這招芙蓉三賊, 太已經清出於藍了。 蕭十一郎就提醒說:"那你不問問他們,是怎麼知道你在這裏呢?" 他們無論怎麼知道我在這裏,都無所謂。 就憑彭大俠和柳公子的合名,我就信得過他們了。 哼,唉,沒錯,有名有姓的人說出來的說話, 當然比我這種人說的話可靠得多。 我實在是多管閒事了。 但是我知道,你對我亦都是一番口義。 彭彭飛冷笑聲說:"哼哼,奴兒,我看就不是的。 他三番四次阻攔,想說劉夫人在這裏,顯然是別有居心的。 讓我先廢了,然後再帶他回去嚴刑敲問, 看我幕後還有沒有人主事。 學生之中,他就甘刀出招了。 趙十一郎就這樣站著,動都不動,好像突然間麻木了。 柳永南,懶好人地說:"慢著,這個人說不是是蓮夫人的朋友,我們不要為難他。 你,夫人,你認識他嗎?" 我,不認識。 小十一郎突然大笑起來說:"哈哈哈哈哈哈。 學蓮夫人這樣的名門貴婦,又怎會認識我這種五三五四的人呢? 蓮夫人,如果有我這種朋友,賺得吊死他。 柳永南於是說:"哼,這也算你之需。 說完,長劍就化為一片光惡,轉到燒十一郎那裏。 嘩,都沒那麼快,就供出了四劍。劍如秋思,連綿不絕。 當代附庸劍的名家雖然是男人,但是附庸劍法是女人創立的。 所以,劍法輕零有餘,光勁不足,柔弱了些。 而且,女人總是難免膽識差些,不願意跟對手硬碰硬拆。 攻敵之前,首先要將自己保護好。 所以劍法攻勢只有三成,手勢反為七成。 柳永南這四劍,看來雖然好看,其實全部都是虛招來的。 就想試探對方的虛實。 肖十一郎,還站著狂笑,身體連動都沒動。 彭彭飛就渴望,連夫人既然不認識他,我們就不用手下留情了。 他手上那把金貝斬散道,有二十七斤重。 一刀斬出去,刀鋒發聲下。 聽到那兩個抬腳的青衣婦人,咦! 退到長角落那裏。 接著,發發發,噓噓噓噓噓噓噓。 自然東光和劍影交錯。 金貝島的光勁彌補了芙蓉劍的不足。 蕭十一郎,似乎連還手之力都沒有了。 被迫在長角落那裏。 彭彭飛就得世不讓人。 他說,不用留這個人的活口了,柳永南回應了一聲,劍法一變,朝朝都是殺手,這樣搞法,蕭拾一郎開始發威了,他冷笑了一聲,既然這樣的,我都無需手下留情了,他身形壓車車轉,徒手強硬逼入去東江劍影當中, 那麼,芙蓉劍的劍法很綿密,被稱為滴水不漏,金雲又不知道為什麼,竟然被對方一隻肉掌硬硬地搶攻了入去,柳永南的出手一時之間就被封住,他大驚之下,腳又不知道被什麼卡了一下,即時打了兩下倒吞,跟著聽到傾傾的聲音,原來被一隻鐵碗卡了, 看見到這隻碗,回想起昨晚的溫情,沈碧君突然之間,覺得一陣激動,他失聲大叫說,哎,他是我的朋友,你們幫他走啦, 其實這陣子,蕭拾一郎的商長,竟然將刀和劍出路全部封死了,他的下一招就是致命的殺手,柳永南和彭彭飛看白死了, 但是,聽到沈碧君這樣叫,蕭拾一郎的心突然有陣熱血就頂上來,那一刻殺虐竟然沒有辦法攻出去, 那彭彭飛和柳永南的明星就不是說撿回來的, 和人搏殺的經驗也很豐富,又怎麽肯說錯過這個機會呀, 啊,兩個人,就不約而同,搶攻一步,刀劍齊飛, 又竟然想趁這個機會,將蕭拾一郎置之死地, 咳嗽聲,蕭拾一郎的肩膀,竟已被戒開一條血口, 彭彭飛高興呀,返轉刀鋒,打橫就撿過去, 啊,怎麽肯,突然,聽到蕭拾一郎大海聲, 彭彭飛和柳永南,哎,覺得有道好大的力氣,撞過來, 手換一麻,手上的刀劍,不知怎麽解, 就竟然倒了對方的手上, 那跟著,就聽到,彭彭飛和柳永南, 望著地下咬斷了的刀劍, 額頭那些冷汗,白狗那麽大粒飆出來, 定了形就不懂得動, 亦都不知過了多久,彭彭飛才探了一口大氣話, 啊,好厲害呀, 柳永南亦探了一口大氣話, 嗯,好厲害, 這樣的高手, 我怎麽會說不懂的呢, 是呀, 這個人出手之快, 實在我平身未見呀, 蓮夫人, 那你又知不知道, 他是誰呀? 沈碧君, 看著村的長洞, 亦不知道在想什麽, 哈, 竟然聽不到他問話呀, 柳永南咳了兩聲說, 不知他是不是真是蓮夫人你的朋友呢? 但願他真是我兩夫妻的朋友, 無論誰跟他做到朋友都是好事, 因為各位, 沈碧君不是說是我的朋友, 而是說我兩夫妻的朋友, 那便說明他講話就很有分傳, 因為他知道以他的地位, 莫說說不可以做錯事, 連一句話都不可以說錯呀, 柳永南跟著就問話, 照這樣說, 夫人你都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呀? 唉, 這個人的身世, 似乎好隱蔽, 不肯輕易說人聽呀。 哦, 那我知道了, 他, 怕就是蕭十一郎呀。 蕭十一郎? 為何說, 他就是蕭十一郎呢? 喇, 蕭十一郎, 雖然是個殺人不斬眼的惡魔, 但是武功之高, 天下皆知, 而且行動飄筆, 身世隱秘, 好少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的, 我看正話那個人, 就適合了這些條件了。 不會, 我知道他絕對不是蕭十一郎。 那夫人, 為何這麼說呀? 蕭十一郎橫行江湖, 作惡多些, 但是我知道他, 他絕對不是壞人。 知人知面不知心, 愈是大奸大惡的人, 愛人愈是好難看得出的。 嗯, 蕭十一郎, 送回去先。 沒錯, 沒錯, 夫人, 那請上繳吧。 那麼凹凸不平的山路, 不用說都很難走的了, 但是頂繳呢, 啊, 挑戰行得很快, 抬繳的青衣婦人, 似乎比那些男人更好力, 沈碧君知道, 很快就可以回到家了, 一回到家, 所有的災難和不幸就會失去, 按道理, 沈碧君應該開心才是, 但是不知為何, 他這時候的心就哭哭亂, 好不安樂, 他想起那個眼大大的年輕人, 他問自己, 我為什麼一隻都不肯承認他是我的朋友呢? 難道我是真的這麼高貴, 他真的這麼下賤? 我憑什麼看不起他啊? 自己還曾經說過, 說要想辦法幫他, 但是到了他最困難, 最危險的時候, 自己就縮沙了。 這個人這麼孤獨, 這麼寂寞, 可能就因為他受到的這種傷害太多了, 令他覺得這個世界上, 沒有一個值得他信賴的人了。 很多人, 為了保存自己的名聲地位, 就不理得人家死, 人家賤的了。 現在, 我就跟這種人一樣了。 想到這裡, 沈碧君的場, 彈一聲, 覺得自己不是想象中那麼高貴了, 那麼在山腳下面, 有一輛馬車停在那裡, 趕車的人戴著頂竹帽, 壓得很低, 似乎不想被人見到他的臉。 沈碧君他們一落到山腳, 趕車的人就迎上來了, 還好著迫地, 望著一眼沈碧君, 然後就說, 連輝人, 你受害怕嗎? 那雖然是他很普通的說話, 但是, 不應該由一個車夫說出來的, 而且, 沈碧君總是覺得, 他看著自己的那種眼神, 有些不多對路, 心有些奇怪了, 不過, 他還是笑著說, 多謝你關心, 這次要勞煩你了, 啊, 得甘, 嘿, 你們快點扶夫人上車, 我們今天, 還要趕很遠路的, 哦, 既然, 只有一輛馬車, 就請彭大俠和柳公子, 一起上車, 彭彭飛, 網目柳永南, 不知道怎麼好, 趕車的人說, 有小人胡宋夫人回莊正義足夠了, 不用再勞煩他們兩位了, 彭彭飛於是, 居然就立刻說, 是, 是, 在下正想說告辭, 今次勞煩兩位, 我家公子日後, 一定不會忘記兩位的, 啊, 這個趕車的人, 派頭居然, 還好似大過萬聖金刀彭彭飛的那樣, 沈碧昆越聽越覺得不對勁, 立刻問說, 你家公子, 是誰啊? 我家公子, 自然是蓮公子啦, 蓮公子? 你是蓮家的人咯, 是啊, 你若是蓮家的人, 我怎麼沒見過你呢? 有些事說, 夫人不問好過問, 問多了, 真的麻煩而已, 沈碧昆雖然, 還是見不到她的樣子, 不過, 我看見她的嘴角那裡, 陰陰嘴那裡笑, 知道, 哎, 不妥了, 就大聲說, 彭大俠, 柳公子, 這人究竟是誰啊? 怎麼會這樣呢? 蓬彭飛乾咳了兩聲, 趕車的人又說, 夫人, 夫人, 不要問她了, 問得多餘而已, 她不懂答你, 你兩位為何還不扶夫人上車, 一樓木地站在那裡, 做什麼? 那兩個青衣婦人, 立刻就過去捉住沈碧昆的手臂說, 夫人, 請安心上車啦, 沈碧昆的雙手被她們捉住, 才知道, 哎, 這兩個婦人很大力的, 想說拖啊, 都拖不掉, 你們, 你們竟然敢對我無禮, 快點放開, 彭彭飛, 你竟然是連城壁的朋友了, 難道就這樣看著她們, 這樣來對待我? 彭彭飛, 突然之間, 變得又龍又啞那樣, 這時候沈碧昆的下半身經已麻煞, 身體又虛弱, 就胸有一身, 武功都洗不出來, 就這樣被人硬硬塞了馬車, 赶車的人冷笑一聲說, 只要夫人見到我們公子, 就什麼都清楚了, 你這家公子, 難道就是那個, 那個, 一想到那個小公子, 哎, 沈碧昆, 冷汗都飄了, 赶車的人不理他那麼多, 微微抱好拳說, 彭大俠, 柳公子, 兩位, 請便了, 說完, 轉身就上車了, 柳永南的臉色, 一路路轉車, 他突然之間一撐住他身, 左手飛出兩道光, 就打在青衣婦人的喉嚨上, 右手拔出一把匕首, 閃電那麼快, 就刺在車夫的背後, 車夫發夢都想不到會有這一著, 想閃避來不出, 柳永南的匕首, 已經刺入到他的後心, 那兩位青衣婦人, 連一聲慘叫都喊不出, 就這樣就躲下了, 沈碧昆見到這樣, 又驚又喜, 只見那個車夫帶著那頂竹波就掉了, 沈碧昆認得出, 就是那個小公子的屬下之一來的, 那由怨永南的變故, 就令到拉車的馬受驚, 一聲長西四堤約起, 拉著馬車向前跑, 車路硬過的車夫, 就將車夫的眼睛開了兩絕, 柳永南反應也很快, 避開從車夫身上噴出來的血, 一硬就上了馬背, 勒住了一隻受驚的狂馬, 那彭彭飛這陣子整個客人呆了, 到柳永南勒住了一馬, 那他才扔一扔腳說, 哎呀, 永南啊, 你今天闖大我啦, 是嗎? 我真是不明白你, 為何這麼夠膽, 小公子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, 我知道, 知道你還敢做, 無論如何, 我都不可以將蓮夫人送入那把惡魔手上, 沈碧君到這時候, 心思安靜一點, 聽到柳永南敢說, 哎呀, 感動到他, 眼淚都混了, 他說, 多謝你, 多謝你, 柳公子, 我總算沒有看錯你, 彭彭彭飛就長嘆一聲說, 哎呀, 柳人的意思, 他只是說看錯我, 沈碧君當然是好討厭他, 不過, 他硬忍住, 就沒有說出那些惡毒的說話來, 彭彭飛又說, 其實我也很想救你, 不過, 救了你也沒用, 我們三個人加起來, 都鬥不過個小公子, 始終, 都是, 走得掉初一就走不了十五, 原來, 原來真的是他要你們來找我的, 如果不是, 我們怎麼會知道夫人是三神廟啊, 那就是, 他懷疑你們是沒錯的, 是我反而怪錯了他, 沈碧君說的他, 當然只消失一郎了, 柳永南冷笑一聲, 哼, 那個人, 亦不方好得去哪裡, 對夫人是另有目的就真的, 彭彭飛說, 哼, 那現在, 你猜你又是出於好心呢, 用什麼說的, 哼哼, 可惜你這番好心, 是人都看得出的, 什麼呀, 我雖然知道你素來好色, 但是想不到, 你的色膽的精這麼大, 連夫人你都想想, 你又不想想, 人家是天鵝肉來的, 你夠不夠資格吃啊, 沈碧君越聽越勾, 他說, 今天你以小人之心, 讀君子之福, 柳公子絕對不是這樣的人, 哼哼, 你以為他是好人啊, 我不怕告訴你, 近年來, 每個月, 被他摧殘的黃花龜女, 沒有十個這個八個, 只不過, 無人想到, 那個無惡不作的彩花賊, 竟然會是附庸劍劉三爺的大公子啊, 沈碧君一聽, 整個黑呆了, 好了, 究竟彭彭飛說的事真不真呢, 想知道的朋友, 明天記得收聽啦,